用竹子做樂器敲打出馬籃姑娘 齊吹的聲音讓台上民眾聽得十分投入 成立12年的台灣竹樂團 常年透過演奏竹作樂器方式 到各地舉行音樂會 期望將各樣環保的竹作樂器 介紹給民眾認識 我們一直在做演出 可是因為在各地演出就會覺得 如果說可以有一些 比如說年紀比較小的一些人 他可以階層這些樂器的話 所以我們就希望也可以做一些推廣 這次受邀安央樂集來到高雄愛農教會 與族人共同以族語歌謠進行表演 也希望能夠將環保概念帶入原鄉 而牧師也進一步說明 這樣以環保議題為島上的音樂會 也和信仰的宣教面向有關係 這個跟我們的長老教會的宣教面向有關係 其中一個叫做關心塑造界 關心塑造界的背後就是 我們很重視一些生態液體環保液體 因為他們這次的樂器 是用所謂的環保樂器用竹子 這也用跟我們信仰做結合 這次來到愛農教會是希望把這種環保概念 帶入到一個社區 以環保永續為主軸 在連結音樂 族語和信仰 音樂會的目的不再只是欣賞音樂 而是要在其中認知到環保的重要性 尤其是希望老包子高雄山林採訪報導 說明呢 解答